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Susan 3月8日中共全國人大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 中共最高法院院長張君 以及中共最高檢察院檢察長英勇 分別在會上做報告 在這個期間主席台上發生了一些異常情況 中共黨魁習近平在開會時 通常保持端坐不動 他很少翻開擺在面前的文件或報告 然而3月8日當日 在張君讀報告的過程中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似乎察覺到一些問題 他轉身和習近平交流 似乎在討論有關報告的事項 隨後 坐在李強左手邊的中共全國政協主席 王滬寧也參與了這次討論 就在這三個人交流的同時 一旁有中共副總理劉國中和北京市委書記 穩力也開始了他們之間的對話 張君做報告時 習近平大多數時間都專注在這裡閱讀報告 甚至用筆在報告上做了一些標記 李強和王滬寧時不時交換意見 習近平也偶然插謊 坐在王滬寧身邊的中共副總理丁薛祥 也對情況進行了詢問 中共國家副主席韓正 和外交部長王毅 也進行了短暫的交流 而當應勇做報告時 這場大討論又加入了坐在習近平 另一邊的趙樂際 習近平拿起報告向趙樂際問話 他的表情顯得嚴肅 指著報告甚至敲下桌 習近平對趙樂際進行了長達3分鐘的訓話 期間趙樂際一直側身傾聽 習近平最後將報告輕拍在桌上並結束了談話 趙樂際即立即提筆開始做筆記 在此之後的應勇做報告期間 趙樂際似乎沒有再抬過頭 呂美時政分析人士陳破空 在他的《自媒體》節目中表示 由於大家仍然記得 中共二十大閉幕式的場景 當時中共前黨魁胡錦濤 邀查看文件 卻被時任中共全國人大委員會委員長 律戰書阻撓 隨後胡錦濤被當中加利會場 當時恐怖主義氣氛籠罩主席台 現場每個人都是政襟危座 個個被嚇疾 因此 這次兩會期間主席台一有動靜 大家都很緊張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外界目前不得而知 陳破空認為 除了報告本身可能存在問題之外 還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 也就是習近平在這裡故意辦事 他注意到有外國媒體在場 於是故意開始發號司令 並對趙樂際進行了長時間的訓話 3月11日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黃坤濤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分析說 習近平或者 對報告的內容有不同的看法 他可能事先對報告的要點做了交代 但李強和趙樂際 並未按照他的要求執行 李強可能向習近平解釋了一些情況 而其中就牽扯到趙樂際 因為報告中可能涉及到趙樂際的管轄範圍 黃坤濤說 在習近平上台之前 中共政治局常委每個人都各管一壇 報告中各有部分的內容 都由相應的常委負責並進行討論 而習近平上台後 一直都要以他為核心 習近平必定要發表一些指示 李強可能在相關部分 和趙樂際進行了討論 並採納了趙樂際的看法 而習近平在看到報告 並沒有按照自己的意圖撰寫 就令習近平感到很憤怒 3月10日 社交媒體平台X上的一則影片 被廣泛傳播 根據影片顯示 一輛黑色轎車 衝向北京中南海新華門前 司機隨後被快速圍堵的保安人員制服 並立即從現場被拖走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車輛距離新華門正門已經非常近 自至目前 尚未清楚這個影片的具體拍攝時間 及事發原因 新華門 再落在北京市 西城區 長安街北側 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 中南海的正門 也是中共最高行政權力的象徵 由於兩會是中共高度關注的重要會議 每逢會議期間 北京的保安措施都變得極為森嚴 甚至連異議人士 亦被當局要求前往外地旅遊 直至會議結束後 才被獲准回來 因此 這個影片一貼出 就立即引發了網民的廣泛關注 有網民認為 這個可能是一名有冤屈的民眾 因為上訪無門 於是選擇 衝擊新華門洩訓 然而亦有分析認為 考慮到目前中南海防範之嚴密 一般訪問接近中南海的可能性極低 在3月10日 再有一段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 在中共兩會經濟主題記者會結束後 有一名女子突然起身衝向主席台 根據中共官方媒體的報導 3月6日 中共人大二次會議舉行了經濟主題記者會 官方媒體進行了現場直播 目前網上流傳出的影片顯示 就在主持人宣布會議結束後 就在第一排 就坐在一名新村夫姨的女子突然起身衝去主席台 然而 她剛踏上第一級台階 就被左右兩側的保安人員爛住了 這一幕在中共官媒央視播出時 隨即緊急撤換畫面 播出的畫面也迅速遭到刪減 這名夫姨女子的身份目前尚無法確認 影片中顯示 在整個記者會期間 她不止一次舉手提問 有網民表示 通常坐在第一排的都是深受中共信任的 黨媒工作人員或記者 也有人猜測女子可能是因為私人原因行動 否則不會太可能冒著風險 和當局發生衝突 陳破空表示 中共兩會不斷發生狀況 各種詭異現象接連發生 雖然這些事件的真相尚未揭曉 但是北京方面絕對不會主動出來解釋 如果沒有在網絡上傳出這些信息 恐怕大家都不會知道 就好像胡錦濤在二十大被駕駛現場一樣 如果不是當時剛好有外媒記者在場 這莫可能永遠不為世人所知 在紅牆背後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事情 大家只有想像不到 沒有她做不到的 這次兩會令人感到非常驚慌 非常詭異 黃均濤也表示 中共的政治氣氛 恐怖緊張由來已久 尤其是習近平上台後 搞所謂的反腐 這樣的氣氛就變得更為緊張 並且變得極其不尋常 黃均濤認為 習近平至今也沒有真正實現一人獨大 他在黨內仍然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 這些人會在各種場合對他提出挑戰 因此才會發生悲駕離現場的情況 此外 很多人認為習近平目前的獨裁統治很穩固 然而從一些蛛絲馬跡判斷 事實並非如此 習近平實際上無法消除反對聲音 但他又不允許任何一絲雜音存在 而這些也剛剛說明了 他並沒有完全掌控大局 而是面臨威脅 現在的情況對他來說非常危險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陳奕陽 零深報導 這次的新事狗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 看完米酒住啊 記得like啦、subscribe啦 和按鐘仔先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